不過新增死亡案例21個 這是預期中的 因為這些人進加護病房 並不會馬上死掉 差館總會脫一陣子 所以在未來的時間 死亡人數會上升 但是並不代表 我們整個感染人數 同步在上升 因為一般這個死亡人數會比 感染人數 那個Pick會延後一點 因為從那個住加護病房到死亡 特別是台灣目前的醫療水準都相當高 所以 從住院到進加護病房到死掉 這有段時間落差 所以 我們這個死亡的Pick會落後那個感染的Pick 那個瘋子會落後一段時間 所以目前這個死亡人數還在上升 並不代表說我們 我們這個 感染人數同步在上升 接受了 會不會 我們來聊聊妳的 三個月 今晚會 我們請教訓 我們來聊聊一下 我們談談 優雅 我們來聊聊 掃 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